我不知道這本書的內容將會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我們有時間 其實我們有多少時間 由第一章到這裡已經用了我五個月 我知道聽這本書的人 會以為這些文字很流暢地連續不斷寫下 他們不會想到這本書的第32段和第33段之間 隔了二十個星期 他們更加不知道 有時候我要加成半年才會有靈感 到底我們還要花多少時間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說我們有時間 是我們有時間作為第一個話題 作為本書的起點 姐姐 不過既然說起來 為什麼有時候需要花幾個月 才能完成一段文字 為什麼你隔這麼久才來找我 乖 乖 我並沒有隔很久才來找你 我也未曾試過不和你同在 只是你沒有一直明白這個道理 就是怎樣 如果你永遠與我同在 那我為什麼意識不到你 因為你的生活被其他事情綁住 老實說 你這五個月都挺忙的 是呀 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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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太多東西要搞 你認為那些事情比我更重要 不是啦 其實我都不是這樣想的 那就看看你實際做過什麼 你在你的物質生活裡花費了大量精力 但你又對你的靈魂毫不關心 那那期很辛苦 是呀 所以這個過程之中 你更加應該關注你的靈魂 如果有我幫忙 這五個月你會過得好得多 我可不可以建議你 不要再跟我玩失聯好嗎 我不是想玩失聯的 但是我好像被我自己的事搞到懵了 或者就好像你說被綁住了 不知道什麼事 我就是留不到時間給你 我又沒有打造又沒有祈禱 那當然沒有寫東西啦 我知道 這個就是生活的矛盾之處 當你最需要跟我聯繫的時候 然後你就離我而去 我怎樣才可以不再這樣做 就不要再這樣做 這個是我說的 那怎樣才做到才行 你可以通過不再這樣做 而不再這樣做 不是那麼簡單的 就是那麼簡單啦 我也希望那麼簡單 那就真的會那麼簡單 因為你的願望就是我的命令 不要忘記了 啊乖兒子 你的慾望就是我的慾望 你的意願就是我的意願 好啊 那我希望這本書到三月份結束 現在是十月 我希望不要再來五個月才能寫到一段的情況 你的願望會實現的 唉這樣就好 也可能不會實現 唉兄弟 你是不是總是要這樣玩 不是呀 但到目前為止 你就是這樣生活的 你不停地改變主意 喂 不要忘記了 生活是一個不斷創造的過程 你每時每刻都在創造你的實在 今天你做的決定 往往就不是明天你所做的選擇 不過呢 這個反而是所有大師的秘密 就是不停地選擇相同的東西 蛤 又是反反覆覆地選擇 選擇一次不夠的嗎 唉 重複又重複地選擇 直到這個願望變成你的現實為止 有些人需要花幾年的時間 有些人要幾個月 其他人可能要幾個星期 至於那些很接近大師境界的人 就只需要幾天幾個小時 甚至幾分鐘就搞定 對於這些大師來說 創造是即時生效 如果你看到 願望和經驗之間的距離正在縮短 這樣你就已經踏上了 通往大師境界的道路了 你剛剛說 今天你做的決定 往往不是明天你做的選擇 那又怎樣呢 你是說 我們不應該隨便改變主義嗎 你想變就變咯 但你要記得 每次改變想法 都會導致整個宇宙的方向發生變化 當你決定某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令宇宙開始行動 很多超出你理解的能力 那些你無法想像有幾個微妙 有幾個複雜的力量 會參與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很玄妙的 你現在只能夠略略地 你們將整體的存在叫做生活 它是一張由各種相互作用的能量交織而成的網絡 而這些力量和這個過程 正正就是這個非凡的網絡組成的部分 他們本質上就是我了 那就是說 如果我要改變想法 就會難委倒你的嗎 沒什麼難委倒我的 但是你可能會令自己變得非常為難 就是這樣對待事情要專心置意 不要改變你對它的想法 直到你令它變成現實為止 保持專注集中精神 這就是全神觀注力 如果你選擇了某東西 就全心全意地選擇它 不要三心兩意 永不放棄 含著眼淚鼓起勇氣 朝著它努力 要堅決 不要遇到錯就放棄 沒錯 但是如果注定要失敗 如果我們要的並不是適合我們的 就是對我們自己不好 又或者不符合我們的最高利益 不過你都不會給我們那些東西吧 不是啊 你們所召喚的東西我都會給你們的 不管它對你來說是好還是壞 沒有說你愛我不給你 你不愛我硬要給你 對嗎 你最近沒有看回你自己的生活嗎 但是我聽說我們是沒有辦法 總是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如果它不符合我們的最高利益 神就不會給我們那些東西 那些人對你說這樣的東西 是因為他們希望你不要為了某件事的結果 而感到失望 首先讓我們來澄清一下我們的關係 我沒有給你任何東西 所有東西都是你自己召喚回來的 第一本書裡面我用了大量的細節 準確地解釋過你聽怎樣做到的 其次呢 我就不會對你所召喚的東西進行判斷的 我從來都不會叫一件事做好或者壞的 你最好都不要做判斷的 你是依照神的形象和模樣而創造出來的創造的生靈 無論你選的是什麼 你都可以得到的 只不過你可能會得不到你想要的東西 實際上如果你非常想要一件事 你可能永世都得不到它 我知道 你在第一本都解釋過這個道理 你說想要某件事的行動 反而會將這件事從我們身邊推開 對呀 你還記得為什麼嗎 因為思想是創造性的 想要某件事是思想的一次向宇宙發出聲明 一次真相的宣告 而宇宙呢 之後就會隨著這次聲明在我的實在之中出現 沒錯啦 就是這樣啦 對到準到百得了 你真是學到 你真是get到 Excellency 是啊 Exactly就是這樣 在你說我要某件事那一剎那 宇宙就說 你確實要 而且就給你那種相符的經驗 就是因為缺少了它而想要它的那種經驗 無論你在我之後加些什麼的說話都好 它都會變成你的創造性明明 宇宙之間的萬事萬物對我來說 真是說什麼就做什麼的啦 我產生的就是你召喚的 而你召喚的就正是你所想所feel所說的 就是這麼簡單 那麻煩你再告訴我 為什麼我想要這麼長時間才可以創造出我所選擇的實在呢 原因有好幾個啦 因為你並不相信你能夠擁有你所選擇的東西 不因為你不知道你所選擇的是什麼 因為你不斷地試圖搞清楚什麼對你是最好的 因為你想要事先確保你所有的選擇都是好 還有因為你不斷地改變想法 我不是很明白 我不應該嘗試去搞清楚什麼對我是最好的嗎 最好是相對的 它有百種意識 這樣來到選擇是變得很困難的 當你做決定的時候 要考慮的因素應該只有一個 就是這個是不是我身份的聲明呢 這個是我選擇的身份的宣言嗎 生活中的一切都應該成為這樣的宣言 實際上生活中的一切都是 你可以通過選擇又或者隨緣地做這種宣言 依照選擇而過的生活是一種有意識地行動的生活 而隨緣地過的生活是一種無意識地去反應的生活 所謂反應的就是之前做什麼現在做什麼 無非就是這樣 當你做出反應的時候 你只不過是趁一下你收到的訊息 然後就在自己的記憶庫那裡找一下 跟著找到相同或者差不多的經驗 跟著就依照你以前的做法來做出行動 這個時候發揮作用的是你的思想 而不是你的靈魂 而你的靈魂就將會給你搜索它的記憶 看看怎樣可以在此時此刻創造出真正適合你的真實經驗 這種經驗就是你經常聽到的靈魂搜索 但是你一定要超越你的思想才能做得到 當你浪費時間上 嘗試去搞清楚什麼對你來說是最好的時候 你現在做的無非就是浪費時間 你的時間最好是用來節省的 而不是用來浪費的 超越你的思想能夠為你節省大量的時間 決定很快就會被達成 選擇很快就會被實現 因為你的靈魂根本就不需要又回顧又分析 和又評判過去的遭遇 你的靈魂只是根據當前的經驗來進行創造 記住這個道理 靈魂就是創造 思想只是給反應 靈魂很清楚地知道你在現在擁有的經驗 是神在你意識到這種經驗之前就已經指派了給你 你的經驗都是神提前送給你的 甚至在你還在找祂的時候 祂就已經踏上了找你的道路 因為甚至你在要求之前 我就已經給了 每一個現在都是神光明的詭陣 所以在英文裡面 現在和禮物都是同一個字 Present 靈魂本能地去找現在所需要的完美景況 以便能夠了於錯誤的思想 讓你能夠欺負到好處地經驗到你的真實身份 靈魂的慾望是將你帶回到神旁邊 將你帶回家裡 帶到我身邊 靈魂的意圖是通過經驗認識它的自身 從而認識我 就算你的思想否認也好 就算你的身體否認也好 靈魂都明白你和我是一體的 就是這樣 當你要做重大決定的時候 麻煩你超過你的思想 去搜索你的靈魂 靈魂才能明白到 思想沒有辦法理解到的道理 如果你總是試圖去搞清楚 什麼對你來說是最好的 你的選擇就會提心跳膽 你的決定又會猶豫不定 你的行程就會走入一片充滿期望的海洋 如果你一個不小心 甚至會被你的期望所淹沒 這個答案實在太棒了 但我又要怎樣才能傾聽到我的靈魂呢 我又怎樣才知道我在聽著呢 靈魂是通過感受對你說話的 傾聽你的感受 聽從你的感受 尊重你的感受 就像李小龍所說 Don't think feel 但是為什麼就我看來 尊重我自己的感受 恰恰又會令我陷入麻煩裡面呢 那是因為你將成長等同於麻煩 將固報自封就等於安全 跟你說 你的感受永遠不會令你陷入麻煩 因為你的感受就是你的真相 如果你是想過那種 從來都不聽從感受 而是用思想機器將所有感受都過濾了的生活 那隨便你吧 你不就儘管根據你的思想 根據情勢分析來做決定呢 但是就別使在這種生活之中 你可以找到歡樂 也別使使能夠為你的真實身份而慶祝 記住啦 真正的慶祝和思想無關的 如果你聽從你的靈魂 你就會知道對你來說什麼是最好的 因為對你來說是真實的那些 也就是對你來說是最好的 當你根據真實的你去行動 你在成長的道路上就會越走越快 當你依據你在現黑的真相去創造經驗 而不是依據過去的真相來做出反應 你就能夠創造出全身的你了 你問為什麼你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才能夠創造出你所選擇的實在 這個就是精潔所在 因為你都沒有按照你的真相去生活 認識真相 真相一定令你得到自由的 但是當你認識了真相之後 就不要改變你對它的想法 改變想法是你的思想上面試圖 搞清楚什麼是最好的 別這樣做呀 離開你的思想 回到你的sense那裏 所謂回到你的sense那裏 就是回到你的感受那裏 而不是回到你的想法那裏 你的想法無非是想法的 它們只不過是思想上的建構 它們是你的思想列造出來的 但是你各種的感受呢 它們在此時此刻是真實的 感受是靈魂的語言 你的靈魂是你的真相 就是這樣 理解不理解呀 那就是意味著 我們有感受就要表達出來 就算那些感受是負面或者破壞性都一樣 感受既然不是負面也不是破壞性的 它們只不過是真相 重要的是你怎樣表達你的真相 當你懷著愛去表達你的真相 負面的和破壞性的結果 很少會出現的 就算出現了 通常都是因為其他人選擇了 用負面或者破壞性的方式 來經驗你的真相而已 如果是這樣的 你再怎樣做都好 都避免不了出現這樣的後果 當然 不去表達你的真相也是不妥當的 但是那些人總是這樣做的 它們怕可能會引起或者面對不愉快 所以就徹底地隱瞞它們的真相 記住 信息怎樣被發送呢 重要過它怎樣被接受 你是沒有辦法為其他人 多麼準確地接受你的真相來負責的 你只能夠保證多麼好地表達出來的真相 我講的多麼好 不單止意味著多麼清楚 也都意味著多麼有愛心 多麼有同情心 多麼感性 多麼勇敢 多麼完整 今時今日 退退退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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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如果不能够表达或者将那些负面感受推出去的话 不会令它们消失的 而只会一直困在里面 被困住的负面情感会为身体造成伤害 为灵魂带来负担 但是无论你多么有爱心地表达也好 如果其他人听到你对他们有些负面的想法的话 两个人的关系肯定会受到影响 我刚刚只是说去表达或者去推出 或者摆脱你的负面感受 我还没说怎样表达或者向谁表达 负面的感受未必全部都要和相关的人分享 唯有当隐瞒这些感受的时候会有损你的道德 又或者令到其他人相信一些谎话的时候 才有必要和其他人交流这些感受 负面的感受绝对不是终极的真相 就算在那一刻显得好像是你的真相也好 那些负面感受可能是来自你遭受过的 还没好回的伤害 实际上它向来都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将这些负面感受推出去 释放他们是那么重要 唯有摆他们出来 让他们走 将他们放在你的面前 你才能够看清他们 才能够知道你是否真的相信他们 你们个个都说过一些东西 说过一些很恶毒的说话 但是就一说完才察觉到 其实你们不是真的这么想的 你们个个都曾经表达过一些感受的 恐惧也好 恨也好 到肩恨也好 但是表达之后才察觉到 那些说话不再揭示你们真正的感受 就这样来说 感受可能会引人上当的 感受的确是灵魂的语言 但是你们一定要确保你们正在灵魂是真实的感受 而不是你们的思想 违造出来的虚假的感受 哇 兄弟 看来连我自己的感受都不可以相信 哎 感受就太好了 我本来以为相信感受正正是通往真相的道路 我还以为你要教我相信我的感受 Exactly 啦 不过接着要听清楚 因为这样比你现在的理解更复杂 有些感受是真正的感受 也就是说你知灵魂的感受 但是有些感受就是虚假的感受来的 那些就是你自己的思想打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 那些根本就不是感受 它们只不过是思想来的 是假扮成感受的思想 这些思想的根据是你以前的经验 以及你观察到其他人的经验 例如看到有人摸牙的时候摆出一个很痛苦的表情 那你在摸牙的时候又做出这么痛苦的表情 但你可能一点都不痛的 但是你还会做出很痛苦的表情 你的反应和现实没关系 只是跟你观察到的现实有关 而你又是根据其他人的经验 又或者之前遇到的某些事情来察觉现实的 人类最难做到的 就是怎样不再思前想后 而是活在此时此刻 不要再创造关于现实的思想了 所谓现实就是你还没想到它之前 就已经将它送给自己的那个时刻了 活在当下 记住 这个当下是你送给自己的最好的礼物 当下包含着一个巨大真相的线索 那个真相是你希望记起的 但是当当下来想 你立刻就开始构造关于它的思想 你根本就没有活在当下之中 而是站到当下之外 对它进行批判 于是你不就只懂得给反应 也就是说你还硬是做出之前做过的东西 是时候我们学一下英文了 现在先看看两个英文单词吧 一个是reactive 一个是creative reactive你可以译它做反应 creative就是 就是创造的 自己去查字典或者写一句出来 那你就会看到这两个字 reactive和creative 唯有英文字母c的位置是不同的 而在英文之中 c大寫字母c 和see的读法差不多 都是c 所以当你放好c这个位置的时候 也就是当你正确地看待事物的时候 你就能够采取创造的行动 而不是做出重复的反应 而不是做出重复的反应 过程 而你在生活之中 总是将它重新表现的过程 但是有哪个正常人会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就会完全不理他之前的经验 想起你对这件事 但在现情所了解的一切 从而根据来做出反应 也不是很正常吗 那可能是正常的 但你就不自然的 正常就意味着通常做的事 而自然却是不想正常的时候会做的事 自然和正常是不同的 在任何时刻 你可以做你在正常情况下会做的事 亦都可以做你自然而言想做的事 亦都可以做你自然而言想做的事 告訴你 没有什么比爱更加自然的 如果你懷着爱去行动 这样你的行动就是自然的 如果你懷着怕怨憎 怨憎怨去反应的话 这样你的行动 或者是正常的 但是肯定不是自然 那如果我之前的经验 不停尖叫着跟我叫着说 某个特殊的时刻是很痛苦的 那我又怎样能够怀着爱去行动呢 完全不理你之前的经验 走入那个时刻 活在此时此刻 看看这个当下 你可以做些什么 来创造你的新身份 记住记住 这个就是你在这里要做的 你以这种方式 这个时刻 在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为了知道你的身份 以及创造你的理想身份 这个是所有生活的目标 生活是持续的 永无止尽的再造过程 你们不停地对你们的身份 产生新的观点 并且不停地依据这种观点 再造你们的自我 那说起来 不是就像那个 相信自己要懂得飞 就在最高的大楼顶上 跳下来的那个人吗 他完全忽略他那个 重情的经验 亦忽略观察到其他人的经验 那就从楼顶上飞下来 谁是治愈疾病 人类曾经使死者复活 不只有一个人这样做过 你认为只有一个人被赐予各种超乎物理世界的能力吗 我只有一个人曾经展现过这个能力 当然不是 红海是谁分的 神 是 但是谁叫神来做这件事 摩西 对 那又谁叫我治愈病的人 谁叫我令死者复活 耶稣 对 又对 那你认为摩西和耶稣做过的事你做不到吗 但是那些事不是他们做的 是他们请你做的 那是两件事 OK 那我就姑且认可你这个说法 那你认为你就不可以请我做这些神奇的事吗 我想我可以 那我又会不会应你的邀请 我怎么知道 你这个就是你和摩西的差别 这个就是你和耶稣的不同 很多人相信 如果他们以耶稣的名义请求 你会满足他们的愿望 是啊 是有很多人敢相信的 但是他们曾经见过 或者相信有人曾经见过耶稣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他们就用他的名义来请求 就算耶稣自己都说过 他说 你们为什么这么惊讶 这些事还有很多事你们都做到的 不过那些人就不相信耶稣所说的 很多人直到今天都不相信 你们全部都想象你们是好鬼卑贱的 所以你们就用耶稣的名义去请求 又或者以圣武玛利亚的名义 又或者以这个或者那个圣徒的名义 又或者以太阳神的名义 还有 但是呢 肯定不会用自己的名义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 凡是你要求的 你一定会得到的 凡是你所找的 你一定会找到的 凡是你敲的 道门一定会为你而开的 凡是从顶楼跳下来的 还一定会飞得到的 喂 曾经有人在天上飞过的 你信不信呢 我听说过 还有人能够穿墙而过 还有离开自己的身体 是是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亲眼见过有人堆穿墙 我也不会建议任何人这样做 我也不认为我们应该从顶楼跳下来 生命无敌 那个人之所以跌死 并不是因为他来自正确的存在状态 但是就飞不到 而是因为他无法通过表明 他本人有别于你们而展现神圣 解释一下好 在顶楼跳下来的那个人 生活在自我欺骗的世界里面 他幻想自己和其他人不同 他宣布我是神 所以他展现的起点 根本就是一个大话 他希望他自己与众不同 比其他人更伟大 更有力量 那是一种本我的行动 本我是独立的一个个体 他没有办法复制 又或者展现那个一体的东西 那个想要展现他是神的个人 他站在屋顶那里展现的是他和万物的分离 而不是他和万物的统一 就是这样 他想要通过展现非神圣来展现神圣 那便需要了 耶稣和这个人不同 耶稣展现神圣的方法是展现统一性 在目光所及的每个地方以及每个人 耶稣都会看见统一性和整体性 所以他的意识和我的意识是一体 在这种状态之中 无论他召唤的是什么 都会和那个神圣的时刻 在他的神圣实在之中出现 哦 我明白了 所以就只需要基督意识就能施行奇迹 嗯 好啊 这样的事情就简单了 确实很简单的 比你所想的还要简单 很多人曾经都达到这个境界 很多人都曾经成为基督 不是只是拿撒勒的耶稣 你也可以成为基督 那怎样才能做到 你呢? 去追求成为基督 去选择成为基督 但是你必须每时每刻都做出这样的选择 它必须变成你的生活目标 它实际上就是你的生活目标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只不过就算你知道这个目标 就算你记得你本人存在的确凿理由也好 你似乎就不知道 怎样从你现在的地方去到那裡 哎 是啦 就是这样 那我又怎样可以从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去到我想去的地方呢? 那我再说多次啦 凡是你所找的 你一定找得到的 凡是你敲的 道门一定将为你打开 这35年里 我一直在找找找敲敲敲 如果我觉得这句说话令我有点烦的 你不要介意呀 那不如直白地说吧 这句说话令你阎尖声闷 就会感觉到完全失望 虽然我一直都很想为你的努力 给多几个like你 但是我就不可以说 亦都不同意你这35年里 不停在这儿寻找和敲门 等我们这样说 这35年里你都会断断续续地 在那儿寻找和敲门 不过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儿断 而不是续咯 之前在你小时候那时候 你以为有遇到麻烦 或者需要某样东西的时候才会来找我 后来大过了也都成熟了 你又意识到你和神的那种关系 或者是不正确的 于是你就想要创造出某种更有意义的关系 就算在那个时候 我仍然无非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再后来你终于明白 唯有通过与神交流才能够达到与神合一 于是你就采取了能够达成交流的做法和行为 但是就算是这样 你都是狗不狗 喜欢就做下不喜欢就不做 你会打坐 你会参加的儀式 你会祈祷和在唱圣诗的时候呼唤我 你唤起了我藏在你体内里的圣灵 但是就唯有在他对你的时候 唯有在你feel到受到启发的时候才会这样做 就算在这些场合 你对我的经验是很美好 你的生命之中有95% 仍然是深陷在分离的幻象之中 唯有在小小的时刻才能认识到终极实在 你仍然是认为你的生活 就是和整车交电话费 和你想要从人生关系之中得到什么有关 你依旧认为你的生活 只是和你所创造的好像戏般的人生有关 而不是关乎整个电影出来的那个创造者 你还未理解你不停地创造你的电影的原因 因为你太忙于演出这部电影了 你说你理解生活的意义 但是你就没有按照你的理解去生活 你说你认识通往与神交流的道路 但是你就没有走那条路 你就宣称你走的是征土 但是实际上就不是 然后你就来找我 说这三十五年来 你不停地尋找和敲门 我都不想打破你的幻想 但是你也是时候不要再对我有幻想了 开始正视你的真实身份 现在我跟你说 你想要成为基督吗 那就时时刻刻像基督那样行动 不要说你不知道怎么做 他已经向你展示了方法 那就像基督那样去对付每种境况 不要又说你做不到 他都留下了些显示给你的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如果要寻找帮助的话 你不会孤零零一个 我每时每刻都在给你指引 我是你内心安宁而低微的声音 知道哪里应该转弯 应该走哪条路 应该给什么答案 应该采用哪一种行动 应该说哪个字 知道如果你真的去寻找和我交流 和合一应该去创造哪一种实在 只要傾听我就可以了 我想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 你露啊你 你现在就在做 只要永远这样做就可以了 喂我不可以无时无刻都带着 这本黄色拍子宝到处走 我不能够扔掉所有东西 然后就开始写字给你 然后就希望你给我这些这么正的答案 谢谢 谢谢 他们确实是很正的答案 这里又一个很正的答案 其实你也可以的 我想说的是 如果有人告诉你 只要保证身边随时都有指和不 你就能够与神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直接的关联 那你会不会这样做 嗯 那当然会 但是你刚刚才说不会 或者说做不到 那即是怎样 你到底要说的是什么 你的真相是什么 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就是你就算无纸无笔都没问题 我永远与你同在 我不是生活在你的不心里面的 我生活在你的体内 是不是真的 我的意思是 我真的可以相信这句话 你当然可以相信 这是我从最早就要求你相信的说话 包括耶稣在内的每个大使都跟你说过这句说话 这是最核心的分事 也是终极的真相 我永远与你同在 甚至直到时间的终结 嗯 现在我相信 我是说比之前更加相信 那便用我 如果拿出纸和笔对你来说是有效的 不过我都想说 看来对你真的很有效 那便拿出纸和笔 多点拿出来 每天都拿出来 每个小时都拿出来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需要的话 所以你应靠近我 不要再自我封锁 可以做你能够做的 去做你必须做的 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念一段玫瑰经也好 石一口石头也好 向东方谷过弓也好 唱一首圣诗 撞一下钟 活动一下身体也好 或者写一本书 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你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我 创造我 对有些人来说我是男的 对有些人来说我是女的 对有些人来说我是男是女 今天也可以性感 对有些人来说我无绝对非男也非女 对有些人而言我是纯粹的能量 有些人就认为我是终极的感受 你们叫做爱 你们有些人对我没有具体的想法 你们只知道我是我 不确实是这样 我是我 我是吹翻你头发的和风 我是温暖你身体的太阳 我是在你面旁跳舞的雨水 我是空气之中花朵的芬芳 我是散发芬芳的花朵 我是传播芬芳的空气 我是你最初思想的起始 我是你最后思想的终结 我是你在最光辉的时候闪耀的观念 我是他实现时的光荣 我是推动你去做最美好事情的感受 我是你内心反复渴望这种感受的各一部分 无论对你来说有效的是什么 无论能够令他发生的是什么 无论是哪种仪式 庆典展示冥想思想歌曲华语 只要他能够让你和我合一 就去做了 为了记起我 重归于我 去做了 出品 你 出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